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一种对公务员的约束叫做财产公开 我们知道最早的起源应该是在18世纪 18世纪的瑞典 瑞典人就有权查看首相的拿水清单 但是我们看到的立法最先立法的是英国 那么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其中就规定了对竞选议员参加竞选的议员的候选人 必须在资金上有一个公式的这么一个规定 那么现代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其实呢是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首先 这里有一个前提 是在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官员的权力膨胀 它有可能会导致对经济的影响 为了避免造成不正当的竞争 所以各国掀起了制定这个阳光政策 这么一个浪筹 首先是美国 1978年 美国通过了一个政府伦理法案 那么对官员进行统一的财产申报 那么法国是1983年 它颁布了一个政治家生活财产透明度法 加拿大是1994年 它制定了一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和离职后行为法 那么2008年 甚至俄罗斯都通过了反腐败法 第二年就正式实施了 我们看到一个小国 韩国 韩国大概是1993年 实行的财产公开 财产公开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双刃剑 既能净化 官员在竞选 在任职 甚至卸任以后的 经济上的一些连接程度 同时 他也给原先 不那么干净的官员 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洗 我们知道这个 韩国 以韩国为例子 韩国宣布了这个 财产公示以后 连续两任总统的孩子 都因为 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被判刑 被拘留 财产公开以后 有4000名官员离职 有一些甚至被判刑 那么中国搞这个 官员财产申报 不是公开啊 就是这个申报 这个制度呢 从试点开始 已经20多年了 全国有很多个省人 都搞过试点 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申报 在党内 在政府机关内 它有一个申报 但并没有公开 为什么不能公开 它这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长久以来 因为价格上的双轨制 因为官员 它自身的不连接 那么公开了以后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它整个官员体系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脚 这个问题相当大 它不是影响到执政的问题 而是直接摧毁 他们执政的依据 因为你当了官 所以你能挣得着钱 因为你当了官 所以你的孩子能挣着钱 社会上我们看到的很多 不公平 它都跟这个权力寻出有关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 有资料显示 中国有27个县市 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的 这么一个市场 有一些官员 夸耀自己 说自己很廉洁 甚至广东有一个官员 说他连房子都买不起 他住的房子是工房 是工家 很不幸 他站队处 没几年 就被抓了 查出来的资产已经公开了 就过意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官员 被抓了以后 他们的财产 被公开了一部分 为什么说一部分 因为如果完全公开的话 对社会的冲击 会相当大 很多官员 尤其是 执政一段时间的官员 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级本 甚至科级干部 不入流的古级干部 贪污受费的钱 都会上亿 我们现在所有知道的 已经被公开了财产的官员 都是被抓 被捕 需要判决的 那么一个是两性关系 不管是男女官员 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总要交代的时候量下来 贪污了多少 跟刑期靠一靠 红武年间搞得 剥皮食草 这一套已经完不赚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官员 已经不是 刘青山张子散 那个时候 贪污个几万块 十来万块 而是大多数官员 都是上钱了 上亿 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官员 因为贪污 或者说因为战畜队 被开除除官员队伍 在这个之后 因为经济问题 被处决了 这种个案很少 现在这个当官员 一般都是先入党 哪怕 参加了几个派手的 或者说 有一种专门的教法 叫什么呢 叫五党派人士 其实都是战队的 那么就譬如 清朝的汉人抬旗一样 你入党 就相当于抬了旗 把你双规了以后 彻彻底底的 开除了你的党籍 开除了你的公职 拿掉了你身上的人大代表 这些委员的这些称号以后 移送司法机关 你就相当于什么呢 出起来 中共取消了你的分赃资格 并且要追究你 吃太多的这么一个罪名 是吧 你吃太饱了 吃太多了 你得吐点出来 吐到哪儿去了呢 据说是国库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贪官 家里面搜出来了很多东西 你比如自画 很少被查明 是真品 大多数最后都被 只认为是赢品 其实很简单 在伐末的过程中间 抄家的这些人 就已经提前分润了 他们找来一些 画匠 凌我一下 把真品换成 你想想 审部级观念 各大直辖市的这些实权人物 有人行贿 会给他们赝品吗 他们有一些人 甚至还是书法家 他们的品位 即便不高 他们也有自己相熟的一些 幕僚 或者是古玩店的一些老板 都会帮他们做出鉴定 你想求人办事 你会上供宴品吗 这些东西呢 因为在中国这种 传统政治中 抄家 他其实 都是 更高一级的领导 派出来的这些 信得过的人 甚至有些人 类似于他们的家层 就是来干这个事 那么你现在 还来谈财产公开吗 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皇帝和大臣 共之天下 说白了 你翻译成现代汉语 说成大白话 就是共同发展 他怎么可能公开 所以中国 在这个体制结束之前 公开官员的财产 对公众公开 这只能是一种愿望 它不可能被实现 如果今天有人公开了 中共的一些高官 在海外的存款的 数字 我相信 都会被称为 是对中共 官员 为人民服务的 这些干部们的 我和你 即便被冻击的一些财产 都会被演绎成 代池的党产 为了这个国家 更好的发展 在国卖 购买 更多的 更先进的 极其设备 那么以个人的名义 换汇出去 我相信 这些借口早就早 你即便公开 也只能是没收 这些财产 根本就起不到 什么作用 更别说 因为网络的分锁 你即便公开 那里也不一定 有很多人 会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 在中国 从历史上 中国人就被潜移 默化到教育 是为什么呢 千里做官 只为财 当官的贪一点 并不是多大的事 换到贼 去当这个官 也都会贪 那么贪了以后呢 他能做点正事 就行了 国人对官员的要求 并不高 纯粹地 以这个公开财产 来作为一种 对官员的约束 在目前是行不通的 我相信 今后中国肯定会 走向官员 那个公开财产 这条道路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 现行的体制 被摧毁以后 在现行的体制之中 仅凭工资 这些官员 心里是不平衡的 尤其是各地的一把手 经他们批出去的 一些条子 经他们放出去的 一些政策 会给商人带来 极大的利益 如果不给他们 一定数额的分润 甚至不把大头给他们 你在商业上 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 不管你是内地企业 还是外资企业 在中国一个大型的公司 你不行贿 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如果有哪一个企业 在中国运营 即便是外资 你说你不行贿 那么你在中国的投资 最终肯定是 黯然收藏 不可能 活得滋润 发展壮大 这都是天方业的 整个中国的 商业环境就是这样 你要的公开财产 那不是让他自己 退出历史舞台 我记得香港搞这个 廉政风暴的时候 成立这个廉政公署 他曾经用过一批水警 来到陆地上的警察 因为香港的警察系统 贪污腐败很严重 即便是来自于英国本土的官员 都很贪 水警呢 因为他平常没有什么油水 所以相对连接一起 用他们来抓陆地上的这些警官 那现在中国你怎么办 现行的官员 就没有几个不贪的 你用谁来替 你靠他们自身 来竭进他们的这个官员队 把贪官都抓了 那你让谁来当官呢 没有一个官员 可以拍在胸脯说 我的财产是可以公开透明的 说这些话的人 不是戏子 就是阿尔萨 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去相信 他们的连接 他们的出行 他们为 中国人民的福利 为了中国 强盛 去奉献自己 仅仅依靠他们的工资 他们的薪酬 去过日子的 这些官员 只存在于神话中 那么这些话 我们也感动 只是看到 又钟 专门 放 做 的